自殺防治的工作本來就是要權限所有人一起來 超突療養醫護醫長丹鎮英在記者會一開始 就說出自殺皇帝工作的重點 並希望救到記者會 在那頂恆南道館這幾年來管副委託醫療單位 將屬自殺皇帝的選擇 又要強烈選擇定愛死命的口罪 親醫院的可能的所有的人力物力 來幫忙他們可以達成通報個案 不要再諮商 在那頂恆這幾年來 自殺皇帝社區關懷後沒有性格 以及南道館自殺入民憲港街的原因 主辦單位也特別邀請到一位 臣經也想要慶幸的民眾 來慶幸分享他的心情 正面嚇過人生的黑暗期 才知道死命是入處定規 因為我相信上帝給我開 給我關了一扇門 就會再給我開一扇窗 所以呢我一點都不想死 因為死只會給我更大的痛苦 這次的後遺症 已經折磨我的痛不一生 在那口自己的意志 將遺症化作力量重新來騎去 四環也感謝關懷風習慣的協助和重要性 便宜自身的經驗 來強調心中絕望的循環 這些現實的困難狀況都只是暫時的 但是我覺得要轉念的就是說 其實你還是要 比如說你找一個你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你以前都沒有去嘗試過的東西 像我的畫 因為我喜歡看書 我桌上幾乎擺的是書 然後我又喜歡畫畫 我又喜歡音樂 所以然後我就很忙 那我就是以這些 直接與興趣來轉移掉那個青森的鏈頭 然後要不然就是到外面去走一走這樣子 人生的鏈頭 有時候一鏈之間 我們要怎麼去幫助它 我們去發現它 這個都非常重要 這個我們必須大家要尊愛人生 同時大家也要時時刻刻關懷你身邊的人民 大家都做一個守門人 守護每個個案的人生 成長不斷的茁壯 學長官長立條件以及相關來賓 也要共同鐵死命吉祥放上愛心 和國民眾會等較多的報例 並對著有需要請友 更多關心 大家都會當時優秀的駐紮風地收問完 記者金文宣 蔡宏寶寶